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对不起 我今天本来想跟苏眷聊聊 没想到 我们先回家 走 今天苏眷带我去墓地是临时决定的 没有别人知道 而且这个照片的拍是距离跟角度 也不可能是远距离头拍 你说你那段时间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可我手机确实没有响 肯定是屏蔽了信号了 苏眷够狠 连她母亲的记忆都能拿来利用 估计那个发错项目书的陈岚 也是她的人 对不起啊 我应该跟你说我的行踪的 我们都没有错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